实验名称 模拟环形山的形成并探究其大小成因的实验 实验目的 一、知道环形山是宇宙里的流星体撞击月球表面形成的 二、知道环形山的大小与撞击月球的流星体质量和距离有关 准备的材料有 装有细砂的托盘 石块 尺 铁架台 线 玻璃棒 手电筒 在托盘里铺上约三厘米厚的细砂 用尺刮平砂面模拟月球的表面 取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块模拟流星体 将石块从不同高度丢向砂盘模拟流星体撞击月球表面 小心地取出石块发现石块在砂盘上砸出了许多圆形的凹坑 这就像月球表面的环形山 说明月球表面的环形山是由于宇宙中的流星体撞击月球形成的 在两个铁架台之间拉根线 使砂面到线的距离是50厘米 用尺刮平砂面 取一块质量小的石块 从距离砂面50厘米处落下 在砂面砸出一个砂坑 用尺量出砂坑的宽度为4厘米 取一根玻璃棒插入砂坑中间 量出砂坑的深度是1厘米 同样的方法再做两次实验 测量出小石块从50厘米高落下砂面所形成的砂坑 第二次砂坑的宽度是6厘米 深度1厘米 第三次砂坑的宽度是6厘米 深度1.2厘米 把三次实验数据填写在记录纸上求出平均值 宽度是5.3厘米 深度是1.1厘米 同样取一块质量大的石块 从距离砂面50厘米出落下 重复做三次 测量出砂坑的宽度和深度 第一次宽度为7厘米 深度是1.6厘米 第二次宽度为8厘米 深度是1.8厘米 第三次的宽度是7厘米 深度是1.8厘米 把三次实验数据填写在记录纸上求出平均值 宽是7.3厘米 深度是1.7厘米 比较两组数据得出结论 质量大的流星体撞击月球形成的环形山比较大 调整线的高度 使沙面到线的距离是20厘米 同刚才一样 取质量大的石块 距离沙面20厘米 砸三次 测量出沙坑的宽度和深度 第一次沙坑的宽度为6厘米 深度是1厘米 第二次沙坑的宽度是6厘米 深度是1厘米 第三次沙坑的宽度是6厘米 深度也是1厘米 把三次实验数据填写在记录纸上求出平均值 宽是6厘米 深是1厘米 比较质量大的石块从不同高度落下形成环形山的大小 得出结论 相同质量的流星体距离月球月远 撞击形成的环形山越大 打开电筒模拟太阳 先用电筒直射照向沙坑 观察不到环形山的影子 再将电筒斜射照向沙坑 看到环形山有影子 因此我们要想在地球上观察环形山的样子 最佳选择应该是太阳光斜射的时候 也就是在每月的农历初期至22左右观察月球